1月4日,陈焦恩在台北九后开车捞逮,近早近九时,戴着口罩遭答案分局,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。 检察官训问后,一上午时时35分,依公共危险罪,依领10万元交保后船。 御师为他犯网后,他才健身,只见他戴着黑色压长帽,黑色口罩折面,身穿灰色外套,人情有些憔悴。 面对大批记者训问为何酒驾,他竟频频说对不起。 最后他也在微博上再次致歉,表示我对于此次错误行为极有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诚治道歉。 我昨天晚上在家中泡澡喝了酒,之后驾车去家附近买宵夜吃,在半路遇到警察叫停之后,停车检查。 我一定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,日后绝对不会再违反交通规则,只是对自己的不负责,更是对他人的不负责。 对于我做的不好吃饭感到非常抱歉,也让大家担心了,对不起。 在读什么词? 你让我们收听的钱,你会炫耏了,对不起。 不负责好词,我可是很想看你吃了,对不起。 不负责好词,不负责好词,不负责好词,不负责好词。